首先表达一下 我特别喜欢你们 特别喜欢你们这样的当事人 喜欢你们这样朴素的故事和情感 因为我知道那样的日子有多难 那样的情感有多么值得珍惜 那样的日子有多么值得回忆 我只要是碰上这种小两口 辛辛苦苦白手起家的故事 我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情感 我特别看不到你们分开 因为一切都会过去 无论现在过的日子有多好 我总是会回忆起以前的事情 我跟我老婆依然会躺在床上 想念以前租房子住的时候 我们经常开车在路上 当我的孩子小樱桃睡着的时候 我和我妻子回忆以前开那小破车的时候 其实刚才男生有些话 的确让人感觉到心酸 他说我的车从来就没有加满过油 他说我就想买点压脖子 我想让你转给我点 你却不转 我想告诉女生的是 我的妻子不会这么对待我 另外 我平时也偷着买点东西 但是如果我要瞒着老婆去买一辆 家里面这么大件的车 我说实话我不敢 虽然家里钱都是我这么 但我不敢 为什么我妻子不会那样对待我 我也不敢去擅自做这么大的主 因为我知道我和我的妻子一路同甘共苦 我们是紧密相连的 我们爱对方就像爱自己是一样的 所以我不敢 他也不会那样对我 他买车是有虚荣 虽然他编造出很多这些车有实用的理由 但其实他就是喜欢嘛 对吧 对 所以其实细细想来很多苦日子变得过好 就像我自己一样 你会发现支撑我们度过那些艰难日子的时候 不是靠道理和算账才支撑的 其实账越算人就越冷漠 道理越说得明 彼此之间的距离越远 日子为什么说它会过去 我们总会变好 其实说白了还是心底里面 对对方的那些心疼 让这种朴素的情感一直保留着 等将来你回头看一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这种情感多么值得珍惜啊 那种岁月多么值得回忆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彼此珍惜 爱对方就像爱自己一样 祝你们幸福 谢谢老师 出个现实的主意 顺风车挣点油钱 想过吗 而且我从你那儿一算 就是重庆那个路途除了堵车之外 是有时间开开顺风车 顺风搭个车 把自己每天的油钱就挣回来了 要对日子有希望 我觉得你们挺棒的 就踏踏实实地过吧 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 12岁到18岁的孩子 给他看这十本书 他会越来越棒 他会放下手机 不再拖延 不再叛逆 结果超出你的想象 第一本 你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第二本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 现在拼命的自己 第三本 余生很贵 请勿浪费 第四本 别在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 第五本 你的努力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动感情 第七本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第八本 再见了吧 拖延症 第九本 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你的礼物 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在吃苦的年纪选择 第六本 别在吃苦的年纪选择